李中灿设计师在风格 质感 效果之外 更重视的是光线与风的流动 透过空间的串联 思考如何增强家庭成员彼此之间的互动关系 精湛的作品表现 荣获了2015年第五届 幸福空间亚洲设计奖 现代组金奖的殊荣 我想现代人因为3C科技的进步 有时候就算是在房子里面 家人在这个房间跟在客厅 我们都会用LINE在沟通 但事实上我刚刚听完 李设计师你的想法 我觉得其实你的设计 如果可以让家人之间的凝聚力变强 而不只是靠手机在沟通 是面对面沟通的话 那我觉得今天的设计是非常值得的 是 我想以设计来讲的话 空间会影响到人的这个使用上 产生的一些行为的改变 所以我们像这个案子呢 最主要的想法就是 怎样把家人呢 平常的活动能够拉聚在一起 所以在格局上 我们做了一个比较大的调整 那格局的部分 原本这个房子在建商给的这个格局 是一个三房的格局 那三房的格局 其实这个业主他本身 他是年轻夫妻 然后只有一个五岁的小女孩 那这样子的格局 就会显得房间数多 那我们会希望小女孩跑跑跳跳的 能够在这样子一个大空间里面 让他很自由的跟家人的互动 那我们现在是把这个 原本第三个房间的部分把它拿掉 把客厅整个变成一个 整个打开的一个状况 那原本这个地方是 这个房间的这一道墙 那沙发是坐在这个位置上 看前方的这个电视的部分 对 所以我一进门呢 就是这一块是一个开放空间 客厅 厨房 后面就是卧室的部分 OK 所以现在的格局改完之后 可能主卧室有一间很大的更衣室 然后一个小女孩房间 我不知道我这样看对不对 我觉得你有刻意把公共空间放大 然后让他们其实睡觉的空间 够用就好了对不对 但更厉害的是 你刚刚说如果这边有一道墙 我的公共空间在这边的话 这房子就很一般般 可是我发现你在整个公领域 动线的规划 有转了一个方向 这个房子就变得有趣多了 是 这样调90度的设计之后呢 我想第一个最主要的改变就是说 我整个客厅的尺度放大 那第二个呢 就是一般像这样子的一个房子的频数 如果原本没有做这样的调整 人家可能觉得这是一个40几平的房子的 一个空间的感受 对 那这样子一调整之后呢 你会觉得哇 你来到一个七八十平的室内的一个客厅的感觉 那我想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 我把它打开之后呢 我从进门一进来 会感受到玄关 感受到厨房 餐厅 再来经过电视主项之后 我感受到这个大的空间的一个尺度 我想进门回家有一个节奏在 不会人家一打开门整个 一眼看完 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好 那对这样子的一个简单的三口之家 到底客房该不该存在 我觉得很多屋主在装潢的时候 也还蛮挣扎这一点的耶 真的追根究底去问这个业主 到底你一年365天 有几天会有客人来住 他可能就会告诉你 好像也很少 可能有两天有三天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我们希望那个客人的这个 他是有睡铺的 但是他有一个可变的极致在 其实客房是在我身后这个角落对不对 是 但现在如果他不是客房平常的工作是什么 目前他是一个单椅 他可以旁边有摆书 屋主很喜欢看书 那接下来小朋友在大一点的时候 开始会弹钢琴 对 那我们有帮他预留一个钢琴的空间 OK 好 那真的 这一年365天 真有那么两三天客人来的时候 我怎么摇身一变成为一个舒服的睡铺 是 我们在旁边呢 钢琴的旁边有设置一个 隐藏式的一个卧榻 对 那它是电动的一个卧榻的形式 它只要很简单的把那个遥控器 把它按下去 卧榻就自然降下来 变成是一个卧榻的部分 然后再按一个按钮上去 再折上去 变成是一个很完整的隐藏柜 避免的造型 对 避免的造型 透过格局的调整 工领域有了最舒适的尺度 同时 李设计师将沙发跟电视墙的位置 转了90度 不仅进门的动线有了节奏感 空间的串联也更为密切 今天这个房子 我觉得它的设计 有两大精彩的地方 让我觉得很惊艳 而且如果不是这样的设计 房子不会出来这么好的效果 第一个我先分享 就是我喜欢电视主墙 这样子的设计跟位置跟方向 是 电视主墙的部分 其实在这个案子里面 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因为它串联起很多事情 一方面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从这个餐桌的 这个电视主墙 有一个电视的部分 那转了180度过去之后呢 它是客厅主沙发看到的 主要的电视主墙 那在沿着这个电视主墙的电视呢 再往左边走 它依序就会遇到 卫浴的一个暗门片的做法 再往左会遇到一个 整个整合式的机柜的做法 再继续往前走之后呢 就会看到最后是一个 这个小孩房的这个暗门片 的做法 那所以可以看到 我们在这个客厅呢 在看电视主墙的时候呢 它可以整个横向拉开一个 很大细度的一个电视主墙 那它又可以隐藏掉 一些门片的开口 我想这个电视主墙 跟这个所有的门啊 所有的机柜啊 全部整合攀拌在一起 而且很多细节的部分 我觉得处理也蛮好 所以是机柜那一块 是 每个业主呢 它都会遇到一样的问题 它可能 尤其包括我们现在时代 进步很快 就是它可能现在的设备 跟未来的设备 会有很大的一个调整 所以你可以看到 每一层的这个玻璃层板的后方 都有一个整排式的一个出线口 那因应未来的现金的大小啊 出现 所以等于是这个 整个机柜的后方 它整个是一个 完全空的管道间 可以让业主做一个 很弹性的一个抽换使用 对啊 所以未来可能它的产品 要在3D产品 或影音设备要升级 这都不是问题了 没错 刚刚除了电视主墙那整个面 让房子看起来大之外 我觉得进门左手边 这整串的设计 也是让房子看起来 很大的原因之一 是 我们在做住家设计的这个经验上 我们很强调一件事情 就是收纳空间 那我们这个房子比较特别 就是我们后方这一道 整个这个木座柜的部分 它其实对过去是门的部分 所以一进来我们这个木座柜呢 它的深度是60公分 但是我们刻意倒了一个斜角 就希望那门进来之后 是一个舒服的 不会去遇到一个脚的状态 对 那这个木座柜里面 它其实有隐藏了 很多样的一个机能存在 从一开始的这个 我们做了很多的成板 让女主人放鞋盒 然后再来做旋转鞋架 那这个女主人有很多的这个鞋子的收纳的需求 那再来因为它靠近餐桌 那男主人又很喜欢有红酒的收藏 对 所以又有红酒柜看进去 然后再接下来 我们认为一进来之后 可能冬天会有大衣外套 外套 对 那如果你没有给它一个适当的放置的空间的话 这些东西到时候都会放在沙发上 沙发给衣服跟包包做 是 OK 那外套收纳之后呢 接下来就是一个茶水柜的部分 那我们门片呢 做了一个比较特别的水平的一个横拉式门片 很像那种高级巴士的门 对不对 是 那这个门片拉开之后呢 它就是一个茶水柜的部分 包括咖啡机的部分 它位置非常好 因为它又靠近餐桌 我可能早餐需要喝咖啡 我可以在这里使用 对 那我可能在看电视在沙发上 我需要一个咖啡 我也可以很就近使用 它就是最中心 离两边都刚刚好的距离了 好 接下来我欣赏的是 从我的茶水柜 一直延伸到窗边这一段的做法 我觉得你不会因为想要坐满而坐满 做收纳而做收纳 是 刚刚有提到说 这个整个柜子呢 从一开始 它是离门比较近的地方 对 所以我们有倒斜角 但是我经过茶水柜 它的深度需要到60公分之后 其实后段我们是做成的是一个是书柜 那书柜的深度又不需要到60公分 那一方面也造成我这个柜子的这个造型呢 有一些特殊的一些角度的变化 那整个空间感不会死板板的 会比较动态一点 对 那后面那一个书柜的部分呢 它其实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因为它是整个客厅开放空间的 整片墙的一个基底 那那个基底上面 我们把它做刚购的成板 上面可以摆书 摆小朋友的照片 我们跟屋主讨论过这个问题 他希望以后可以摆小朋友的奖杯之类的 一些照片之类的都可以在这个地方成色 那再来呢 考虑到清洁的问题 所以这个刚购成板的外面 我们还有做了这个玻璃的门片 所以在清洁上 你不用哇 那个开放式的柜子 然后很多书 然后你要不停地去擦拭这些书的灰尘 OK 这边我再附带一提就是说 沿着这整个柜子呢 玄关一直走走到后方去 其实最后我们的视觉轴线 我每天开门一进来这个房子 我的视觉轴线最后的焦点是落在 阳台上面的那一棵主要的主树 对 所以我们很重视把这个光线 把绿意从室外延伸到室内来 在这个案子上面呢 在细节处理上 我们会很注重不同的材料 去做一个收头的细节的收尾的做法 比如说钢垢去遇到木头 比如说不锈钢 玻璃等等不同异材质 它的这个材料的结合的部分 那这样的用意是让屋主呢 它除了一个好的一个格局以外 它也可以感受到 在工艺上的一个细致的细腻度 所以我在这个地方居住 我可以有很舒服的一个空间 我可以感受到这个空间是很 经过精密的细致的设计 让我在使用上能够更加的先行的愉悦 刚刚我说今天这个房子里面呢 有两大精彩设计的重点 第一个是我欣赏的电视主墙 那么第二个呢 是我喜欢今天天花板处理的方式 因为它让房子的优点完全呈现 可是你想要表现的设计感 一点也都没有少 是 没有错 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 有提到这个一个聚的概念 家人聚在一起的概念 那其实换另外一个角度就是 我们的空间其实在对这个 整个家庭来讲 它是要塑造出一个 生活的容器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那什么叫生活的容器呢 我们希望这个家呢 它就像一个容器一样 它可以把这个家人的活动 各式不同的活动 包括家人的这个欢乐声音 把它包覆在一个大的开放空间里面 那整个这个天花板的这个造型上呢 它其实它就是一循的这个 我们刚刚提到整个开放空间 这样子一个连续性的开放空间的设计 想像它是一张白纸 我们利用把它切开来的 一个几何的做法 再来有一些折纸的概念放进来 所以我整个纸把它掀开之后 拉开来整个到板底的部分 这个就是一个像打开到一个空间 最高的尺度的一个概念 那这个折上去这个空间呢 它是从玄关入口的进来一直转折 转折到这个整个客厅的最后的尾端的部分 那利用这个折纸上线的这样子一个想法 为溯出一个大的一个开放空间的一个造型的设计概念 延续这个几何的概念呢 我们在这个天花板的主要两个位置上 第一个是玄关的上方 第二个是这个整个屋座柜的最后靠近窗户的部分 我们有做两个万花筒这样子的一个设计的想法 那为什么要有这样的想法 第一个是增加这个天花板的趣味 第二个呢 从另外一个角度 你可能看到反射出来的是爸爸的声音 那正面的角度看到这个小女孩的声音 自己 对 所以它在这个万花筒里面 它可以看到这个家人不同的身份扮演 然后不同的欢乐的一个状态 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想法 对啊 所以今天天花板的材质 还有几何的折线的造型 包含万花筒的概念 都让这个房子的天花板变得非常的有趣 当然讲到这里 我就想起你一开始有说过 其实当初在这个梁下这边有一个隔间墙 是 所以这边是房间嘛 没有错 那当你把它打开之后 其实一定会遇到的问题就是 这一根梁 它太大只了 而且一定是整个穿过我沙发的正中央 是 没有错 其实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但我觉得你处理的是漂亮的 是 连续刚刚谈到了 我们希望有一个折纸的概念 去串联整个开放空间 那剩下来呢 我希望空间高度能够做到一个最高的状态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天花板的部分呢 是没有封按架板的 甚至可以看到这些消防管的部分 类似像工业封这样子的做法 那它的好处就是 它可以争取一个空间的最大的高度 那生活容器 我当然希望家人是最舒服的状态 所以高度是一个最高的一个状态 那刚刚您提到说这个 主要这个大梁 它会遇到这个沙发的部分 对 那我们有旁边这一整圈的按架的部分 它有很多的功能 包括我可以做砍灯 包括我的这个冷气的小型送风机 可以暗藏在里面 对 那再来呢 我的这个主要沙发上方的部分 我可以做局部按架 所以我上面它是一个平坦的一个状态 对 它不会去感觉直接去面对到这个 两的一个压迫感 所以我坐在那个地方 我是觉得有安全感的啦 是 没有错 就是是有被包覆起来的 没有错 所以也避免掉 我刚刚说这根梁 直接把我的沙发从中间切成两半 是 你的做法也让天花板可以保持到 最完美的高度了 没有错 来到主卧室 其实我们要先跟大家聊的就是 主卧室还是有把锯的这个概念 放到主卧的空间 但是格局因为有变动 所以这个锯的概念可以做得更完整 是 没有错 原本的关系是这是主卧 然后这是主卧室的卫浴 再往后是另外一个房间 可是那个主卧好小 对 那我们做了一个比较大的调整 是把卫浴空间放到最后面 那把原本卫浴空间这个地方呢 变成两件事情是 第一个是后面这个卧榻的部分 第二个是中间有一个 比较像show room的一个衣帽间的一个设计 OK 好 我要先说我喜欢这个床头跟这个小卧榻的结合 因为比较少人看到卧榻跟床头可以做得这么完整的 是 我们希望卧室一进来它能够我手摸得到的部分呢 在一个高度以下都是软的 对 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因为它软你就会觉得它亲切 它舒服 你就愿意待得下来 原本的一个浴缸的空间把卫浴移走了之后呢 希望它是一个尺度大一点的卧榻 妈妈可以跟小朋友在那边看书 对 家人也可以在这里面互动 等于是除了客厅以外 这是一个小客厅的一个概念 好 而且刚刚更衣室的部分的确是蛮有秀感 因为听说是女主人喜欢的 对 好 那么在主卧卫浴的部分 其实我觉得你做了蛮多设计是贴心的耶 其实那个卫浴的部分呢 大部分都是我的墙壁就是墙壁 那比如说我要放瓶瓶罐罐 我要放毛巾这些东西 都是另外再用配件挂上去 对 那这样子会有一些缺点就是 原本的设计是漂漂亮亮干干净净的 那那么多附属的东西加上去之后 就会有很多涂出来的小的物件 对 那就会造成这个空间没有被整合过的感觉 那我们的设计都尽量 有些平民罐罐的部分都是 坎路是在墙壁里面的 原本厕所是壁砖 那这个坎路的部分我们的做法是 用毛巾面不锈钢做一个框 做一个桶身 然后下方再用台湾块木去垫一个态度 对 在我们的设计上会有很多小的 不同的材质转换的细节的 手头的手法 我们很多卫浴的部分呢 它往往都会忽略掉一件事情 就是乌衣篮的部分 那我洗完澡衣服放 不知道放哪里 那我们的设计呢 是延续这个长的台面的 一个转角的一个麒麟处 把它做一个乌衣篮的设计 那这个乌衣篮的设计很有趣 它可以上线 把衣服丢进去 然后把它收齐之后 这个整个乌衣篮可以整个拖出来 一路拖到洗衣间去 很方便 对 是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因为每个浴室 一定都需要这样子的一个功能 但大部分人都是忽略掉 可是今天这个设计我觉得很棒 而且可以分享给大家 在住家设计上 我想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 我住在这个地方 是需要能够长久能够待得住的 所以在材质的部分 我们的想法是尽量选用 跟大自然这个大地 相符合的一个材料的表现 尽量提用材料本质的 这样子的材质表现 比如说实材的纹路它是天然的 比如说木纹 钢刷木纹 它都是天然的一个表现 比如说我们的死因砖 这种手刷的质感 那都是透过自然的 这样子的纹理的呈现 我在这个地方居住 我的心灵城市上 会待得比较住 能够比较稳定